各位同學好 今天我很高興很榮幸的請到我們的學長 來自拉斯維加斯 非常優秀年輕 工作經驗也很豐富 也已經創業了 今天他特別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拉斯維加斯房地產的投資 OK 我們就歡迎Daniel 在線上的一些同學們你們好 還有現場的幾位同學你們好 基本上我這次過來就是幫王老師來講解一下 這個物業管理的一些問題 基本上管理方面都是大同小異 我先簡單做一點自我介紹 我大概是在幾年前加入2013年左右的時候 來找王老師去考牌的 然後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成立我自己的公司 那在那之前呢 我都是在給其他很多公司做一些管理的助理 還有包含買賣的一些助理 就是幫他們做一些事情 所以就是說經驗上也沒什麼問題 那後來就有夥伴 我們一起和我開了這家公司 那今天來就是主要跟大家講一些物業管理的一些問題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詢問也沒有關係 那我覺得就是說最主要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這個管理公司來幫每一位的業主來做管理 那對於許多業主來講都覺得說 找房客時間很簡單的事情 只要他收入好 然後就是穩穩定定的 那就可以直接讓他進來住了 可是其實後面還有很多的一些細節 是需要說去注意的 不是純粹說他的收入穩定 那我們就可以讓他進來住 那如果 那就是說我們管理公司的目的 就主要是要說 我們代表你 然後幫你去爭取你最大的利益 而不是讓這些房客啊 在那邊搞你的東西啊 搞破壞啊 所以換句話說其實 物業管理公司就是一套現成的法律 我們擺在那邊來給這些房客看的 那如果說你的房子是有物業管理公司在管理 基本上來講 過來這些房客 他們也不敢說會給你亂來 給你亂搞 或者是搞破壞什麼的 然後包含就是說 你在租房子的時候速度也會快一點 因為每一個州基本上來講 都是有很多的地產經濟 那每一位地產經濟呢 他們在帶房客過來的時候 他們都會做一些基本的這些過濾的動作 會看說他的這個收入夠不夠啊 然後這個客人的品質啊 因為簡單來說 我今天帶客人給你 也代表是我的廣告在你身上 我要給你一個好的印象 那下次我在帶客人給你的時候 你才會接受我的客人 我才可以賺到這個佣金 所以其實找管理公司有好處就是在這個點上 那當然還有很多的一些 一些繁星的事情 就包含說房屋檢查做文件 許多業主都不會做文件 結果導致說最後他們的房子被訪客破壞掉啊 然後被訪客反咬一口啊 或者甚至說被外面的無業有名租進去啊 那這些問題很多業主其實都是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然後到最後都又回到管理公司身上 來做這些處理的動作 所以其實管理公司有很多的好處 那當然 如果說大家想省錢要自己做這個也沒問題 只是說在這個點上 你們對於法律的知識是了解多少 那希望說今天透過這堂課你們 可以幫助你們解決一些你們現有的問題 那如果你沒有什麼問題就可以再隨時詢問 好吧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沒有專業的管理公司 或者是你沒有專業的知識 來做這個物業管理 那通常有沒有想過會遇到什麼樣的房客 租完之後你的房子會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這個房客沒付租金 你該怎麼操作 如果沒有管理公司的話 你把房客趕走 那你的房子裡面可能就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你的牆壁可能會被拆掉啊 然後你的窗戶可能被打破啊 許多人都覺得說 我就是要我的租金 我就是要我的 就是他安安靜的在裡面待著 可是其實 不要忘記一點 房子在他手上不是在你們手上 所以最重要的其實是你的房子 而不是在乎那一千塊錢的租金 因為如果說他把裡面給搞得像這個樣子 甚至地面都沒有什麼的 那其實你花的錢可能會 多好幾倍以上 那再來簡單的講一下 我們內華達州的這個物業管理 就是說對於在內華達州 其實我們的房子年齡 一般來說都是比較新的 那價格相對也比較低 那回報率也比較穩 也比較高 我們的房屋稅呢 大概是成交價的百分之0.85% 那加州大概是差不多1點多左右 比較高 那我們也免周稅 我們不用付這個State Tax 然後我們的法律上也是保護業主的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簡單來說 比如說在加州我們去貼了一張這個3-day notice 基本上來講到第4天第5天去File這個Evection的時候 你可能還要再拖上3-4個月 可是在我們內華達州 我們貼了5天的 notice 到第6天去法院File這個Evection驅趕動作的時候 整個流程到趕走它 包含 保管它的這個東西30天 整個流程下來差不多是一個半月 一個半月的時間就可以把它給驅逐這個房子 你可以重新放在市場上 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沒有什麼自然災害 我們沒有地震 沒有水災 沒有也不會下雪 所以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生活水平呢 基本上也是比較穩定的 那我們的失業率也比較低 為什麼會講失業率比較低呢 其實各位在做投資的時候 有很多細節也要去注意到的就是 你們在投資一個地方的時候 一定要去觀察它這個投資地方的這個發展 這個城市的發展行星 總的來說像Las Vegas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賭博城市 可是現在賭博也不發達 所以Vegas轉型在做這個展會的工作 那在做展會的時候 我們已經發展到一年有兩萬多個展會 基本上都需要大量的房間 大家都在賣房間 那賭博業相對也會受到影響 就是慢慢帶起來 當然很多的酒店也跟著在幹 平均一家酒店以WIN來講 大概就需要九千個到一萬兩千個員工 換句話說你就需要一萬兩千個房子 因為可能是一萬兩千個Family在這裡 最近的這個威龍酒店 大家應該都知道是剛開幕的 他們這家小酒店兩百個房間 也請了差不多八九千個員工 去做這個所有的服務 那換句話說也是八九千個家庭就業機會 那相對來講 這些都是他們會找什麼會需要房子 那一旦有這些就業機會的時候 就代表這個城市的這個經濟 是慢慢的在好起來往上走 所以相對來說 你們的租金房價都是有往上走的可能 那以前我們Vegas的租金呢 大概是一千兩百塊錢一棟房子 三房兩宇一家後院 對大概差不多是一千五六百尺左右 到一千八就差不多是一千兩百塊錢 但是現在一千兩百租不到東西了 我們現在如果說以標準的那個房子來看的話 基本上來講大概到一千三百五以上起 對 所以就是租金價格已經往上走了 那所以換個方式來看 就是說在Vegas投資的話 基本上你的這個回報率啊租金啊 都會相對的比較穩 對 那 就像我跟你們跟你們說的 像你們現在照片上看到這套房子 是我們公司的房子 他這套房子是大概是兩千十左右 我們大概給他的租金大概是一千四百五 當時在前年的時候租掉了 現在房客還在裡面非常的穩定 那我們也說過價格估價 他周邊的房子同樣的房子 現在已經高達了一千五百塊錢 基本上來講 就是一直有在往上走 因為 欸 這個房子賣多少錢 這套房子嗎 這套房子 就是 以現在的市價來看 差不多是二十三萬左右 對 以目前來看 大概二十三二十四上下 嗯 那當然你還要考慮到一些HOA的費用 那HOA基本上在Vegas 大概平均是一百塊 有高有低 那如果所以投資房來講 大概說盡量找最低的房 最低的這個HOA 對 所以 就是說 因為像還有過濾房客的動作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不知道說大家有沒有 就是 自己在做這個 過濾的動作啊 會不會處理啊 因為其實 很多的背景資料調查 都是相對來講 也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也遇過有客人的房子 他裡面的家電都被偷走了 結果後來查 這個房客有只有犯罪紀錄 他有偷竊的紀錄 那其實像這樣子 就是說 在審批的時候 你都要特別的小心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一些細節都在裡面 對 那如果你可能就好奇說 二十五萬 在加州你可以買到什麼樣的房子 基本上是買不到東西的吧 對不對 你可能就差不多要五十萬以上 你才可以買到一個小房子 舊舊的 然後地很大 等於是買塊地 可是呢 二十五萬 你在Vegas 你可以買到一個三房兩域 居住面積大概一千八百九十尺 占地面積約三千尺左右的房子 裡面基本上都是highly upgrade 年份是比較新的 2013年 對 HOA大概是八十一塊一個元 對 所以基本上來說 所以很多人 現在為什麼我們那邊的房價跟租金 或往上走 還有一部分原因是 加州很多的人都往 洛杉 我們那個 拉斯維加州 翻過去了 對 而且這樣就業機會也比較多 比較穩定 那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那Vegas是一個好的地方 好的開始 對 那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想要問的呢 我剛才算一下 嗯 就是說這棟房子的cap rate 應該是 百分之七左右 差不多是 這個客人當時買的時候更便宜 差不多才二十萬出頭 對 那時候更低 基本上他在這十幾年來 一直都是出租 他一直有在賺錢 對 你這樣講是沒有錯的 嗯嗯 好 內環島cap rate是比 比加州還高 比加州還高 對 對簡單的來說 簡單來說我們一過有客人 他就是 後面會給你們看到 就是說 他 這最後的分析就是 他在Montry Park有個房子 然後 他那個時候買的是三十萬 但後來 停估是六十幾萬 然後呢 他就是有說 沒有東西要修啊 什麼的 結果他後來說 代價花一兩萬塊錢 他放棄不修 直接賣掉 把這筆錢拿來Vegas 買三棟房子 在那個時候 當然現在房價 以他這個價格 大概可以買到兩棟房子左右 對 如果他賣掉六十二萬 拿來Vegas 現在的話 在當時他買三棟 一棟二十萬 對 很像說假設你在加州 你有一百萬的現金 那你在加州 可能只能買到一棟房子 或者是兩棟房子 對吧 那裡面可能有很多問題 要弄啊 什麼的 基本上來講 你是沒賺錢的 然後租金 加上稅什麼 扣一扣其實 一個月可能才拿兩千塊錢 可是如果你放到 Las Vegas 那 你大概只好 可以買三棟到四棟 每一棟大概可以收到 一千四百塊錢的租金 那其實你的回報率 就是比這加州高很多很多 對 你這個出租率大概是一年 假如每年Renew一下那個 Lase 中間要隔多長時間 你說Renew lease是指跟房客 對 你是客人 我是那個owner 我現在就是通過你找那個客人 對 然後 你說空房率會多講 對 控制率 控制率的話其實 其實 張老師說好了 這個很難給你一個詳細的數字 我沒辦法給你一個詳細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平均一棟房子租掉的時間 大概是一個月到一個半月左右 平均 但是我遇過最久的 我遇過一個最久的大概是三個月 可是 為什麼會三個月收拾的話 我不知道原因 因為第一 其實它裡面很多都升級過很漂亮 然後 其實有很多人打來問 但是就是沒有人來送申請表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問了 他們都說 他們要決定要另外一棟房 這是 這個是一個 這是不可控制的 對 這是一個不可控制的因素 因為 我們管理公司看的東西 跟你們屋主看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我們看的東西 這個房子叫做一個 Living Condition 然後還有包含裡面的一個狀況 我們覺得說很多都弄好之後 可以出租 當然沒有問題了 如果說你屋主要花錢去裝修 那Perfect 基本上在我們眼裡 是一個完美的房子 應該很快租掉 可是它就是租掉 就是看需求整齊的需求情況 對 應該是說 房子的結構可能有點問題 我在想應該是個問題 因為它那個房子 它那個房子 就是說它有個客臥 在二樓 它有個陽台在那裡 可是你小朋友不可能 他住在一個有陽台的房間 你懂我意思嗎 那相對就變得就是說 有些就是 它的需求度就不會這麼高 就可能有點難租 然後我們剛剛給你看到 我們公司自己的房子 我們大概租了差不多 是一個月左右 其實那時候對我來講 我已經覺得很久了 因為它裡面按照它的裝潢 它地板是全新的 還有它的一些整個整體的一些 前後院整體什麼都是非常好 然後我們的價格也基本上是 差不多市價 就是比市價多50到100而已 那一般來說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問題 結果那時候拖了一個月 後來一問 一查才知道原因是說 因為它的房間主卧是一樓 很多人都在樓上 大部分的家人都希望房間在樓上 所以房子的結構也會受到一點影響 對 可是總的來說 其實時間就真的差不多是一個月到一個半月 那還有包含像你們在投資的時候也是 你們可能在觀察一個城市的區的時候 也要去多去看看 繞一繞 不要說貪便宜說 這個房子很便宜也才15萬 這個房子怎麼要25萬 怎麼差這麼多 可是你也不要忘記喔 15萬的房子 它裡面的裝修是什麼情況 它是什麼樣的房子 它是show sale還是focosure 還是auction 因為這些細節你都要去考慮到 這些都是你的成本 還有包含房子的裝修 尤其是像show sale的房子 或是auction的房子 它上面可能會有link 就是假信貸款 那一旦有假信貸款在上面的時候 然後如果說這個賣方 是業主他或者是銀行突然做 我們不會付這個錢的 那這錢會轉交到你的buyer身上 那你就要把這筆錢給清償 所以這個部分都要特別小心 請教練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應該是管理公司 那麼你一定手下有很多客戶啊 業主啊委託你出租 對 所以他一定先要申請登記 在你這裡要掛個名 幫我把這個房子出租出去 對 這是唯一的嗎 他找了你還可以找人家嗎 基本上講不行 不行 唯一的啊 這個型號 那你能不能 我有個idea 有個概念 那個公司目前就是說 底下有多少客戶 就是說不管已經出租的 還沒有出租的 大概管理多少 多好幾個客戶 你就在這些所有客戶當中 你出租 出租了多少 百分比是多少 你說所有的房子租掉嗎 對 我就說 比如說你有300個 我打個比 300個客戶在你這裡 出租登記了 要求你出租為他們管理 那你實際出租出去的 可能不是300 可能就是250 或者200 這有可能 這就和他剛才講的那個 控制量會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現在有個 你說的這個東西 就是說當你房子的量越大的時候 是 因為每個房客 他簽的約的時間都不一樣 我有可能 最低段 就一年一樣 一年的話 其實換房子的這個時間點 通常是在暑假 三四月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是控管率會最多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開始出來要搬走 找房子什麼 所以那個時間點到 暑假到9月份 這段時間 是控制率最多的 因為大家都一直在找房子 可是那個時候你的電話也聽不下來 對 那時候你的電話也聽不下來 因為你房子一出來 很快就會有人要去搶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可是大概 300棟房子 300棟房子 你控出來的房子 大概平均大概是15到20棟 這段時間 包含搬走 再搬進來搬走 搬起來 再一個rotate的循環 對 然後到了11月的時候 差不多這個 節日要開始了 所有房子穩定下了 那大概會控 大概 依照我的經驗 目前大概是大概都是無動上下 對 因為這個時間也會有人搬走 但是比較少 比較穩定 因為大家想要換房子 為了好學區啊 什麼的 都會在這個時候去做一個 就是搬遷的動作 所以大家 所有的管理工作都是一樣 大家都會有這種 禍出來 可是其實 每個月都會有禍出來 只是多少的問題 對 可不可以他租房 養住至少住多久 一年 一年 一定會要求他簽一年 對 除非說他想講假 那就可能變兩年 或三年 這樣子 但一般來說 以管理公司的立場 第一 我不會想要他搬家 因為他搬走 我也麻煩 泡這個人是我 我要泡好幾趟 空屋的時候我要去看 去確保房子沒有問題 這些都是我的責任 所以換句話說 房子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們第一時間 都去幫你去照顧好這個房客 看看他有什麼狀況 能不能優先做處理 然後如果是比較大的問題 再匯報給業主 幫他 然後我說看我們該怎麼做 這樣子 請問一下 租給同一個客人 第二年之後的房租會往上漲嗎 還是說一直保持著一定的價錢 同一個人 理論上來說 理論上來說 我會建議說 維持一樣的租金 除非 除非 那一年的租金突然暴漲之後 可能多了兩百三百 已經不符合這個經濟效益了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我們也知道說 外面薪水都在漲 那我們就跟他講說 現在租金漲了 我們需要合約到期 我們要漲租金 這樣子 我們才會做這個協調動作 但如果說其實租金只增加了 差不多五十塊一百塊 我通常會建議說 先不要漲 不要讓他搬走 對 因為說實在話 他搬走了 第一 公司 管理公司一定要在收一次錢 我們要收一個leasing fee 每代公司費用不一樣 然後第二 第二 你一旦空出來之後 再收錢的是你業主 不是我們管理公司 我們 我們只能說 就是派人去跑一跑 看一看情況 然後拍照給你 然後你還可能要做清潔 然後維修 這些都是錢 這些錢不覺得不只一百塊 你懂我意思嗎 除非說他租金已經 差距到兩百三百 那我就覺得說 欸 你一定要漲 不漲你虧 我就會這樣跟業主說 像 我們有棟房 就是我剛剛給你們看這套房子 他那個房子還蠻有趣的 他那個時候 那時候 本來我想說 他周邊租金已經差不多是有些一百五十幾 一百一千五百多 然後一千六左右 我想說 那找他個五十到一百 應該還是要合力 然後試一下 可是我信還沒發出去 他就發說欸 可不可以叫我租金 然後我就傻眼了 結果後來問他語音 他就說 因為這個加了一些問題啊 我們的預算可能有點緊 那我們想再簽一年 那想說五十 只降個五十塊就好 那我就說 好 我跟業主談 那業主他就說 如果只降沒關係 就讓他就降五十塊吧 業主也很好 所以 相安五十 對啊 不過就是說看情況啦 很多事情不是說 一定要這樣子做 每個房子都有不同的狀況 每個業主有不同的需求 我們必須依照業主的一個 需求狀況來做調整 包含 可是前提是 還剩一句話來保護業主最大的利益 什麼樣子 對於業主才是最好 對於owner才是一個最有利益的情況 然後把房子租掉 然後留住房客 這就是我們關於公司在做的一個協調的動作 Vivas有沒有那個協調的動作 有 也有協調的動作 有 有一些有 有些沒有 有些區會限制說你不能出租 有些區會 對 有些區會 但是不是全部 因為他會不希望說這個環境受到破壞 所以他會 H-O會下意說不准出租 可是 可是 房子是你的 OK 房子是你的 你想要租掉 就沒關係 你真的租掉了 H-O就這樣告你 最後法院也會判你業主理 因為房子是你 你有權利做你想做的事情 他管不著 你懂我意思嗎 對 對啊 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剛才前面 你拿了一棟房 最前面的一棟房 你說你們公司的 對 這棟 你說這個 剛才講到現在售價大概是在 差不多 25萬 差不多 23 要講保守一點 論局大一點的話 我可以說大概是24萬 上下這個範圍 上下 這個 現在 哪一年的 13年 這個是 我記得是03年的房子 那到現在是 我的問題就是說 像這樣的房子 你覺得 你覺得是 最近一兩年 同類 同樣的格局 面積 你覺得這樣房子 這個 建設的年頭 之前 就是說 現在升的 空間高 還是我現在 就是新房子 蓋得到它 一模一樣的 這個價格 就是比較它的房齡 我假設它的格局 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對對對 我要聽聽你的以前 如果說 以這個房子來講 新房子 現在 以全新的來看的話 可能要 25萬 應該說 26萬7 我說是 26萬7 以上 但 舊房不會有這個價格 那就好像這10年頭多 它爬往上 甚至也不會爭著到現在 有可能會 但是沒那麼快 沒那麼快 以我們來看的話 我們覺得沒有這麼快 對 因為一下如果漲太快 其實垮得也很快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貸款制度 都管得比較嚴格 它會希望說 來做貸款 我都可以批給你 可是 我要求會比較緊 所以 現在房價沒有說 很像以前一樣 很瘋狂的 就是突然飆上去 它是很緩慢的在漲 那可能還 對 只是說像這樣的房子 就是說很多都弄好了 因為新房26萬7 假設你26萬7 你加上一些升級的東西 其實絕對不只26萬 可能就已經要30級了 對不對 對啊 對 剛剛是不是有問題 沒有 那線上的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咧 再也有問題 你做這個財產管理 如果我有房子在那邊 人不在那邊 嗯 那你怎麼能夠 你怎麼樣一個程序 能夠確認這個 這個租客他搬走的時候 嗯 他房子還是就是說 還是保持 合理的原因 好嗎 那麼這個這個 你怎麼做到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文件整理 我們把這個步驟叫做文件的整理 OK 什麼叫做文件的整理 我先跟你講一下 我等一下再回答你這個問題 我先跟你講一下 我們管理的程序 這是當我收到你的房子的時候 第一步 我要去 就是說跟你簽約 簽完約之後 第一步就是 我要去看這個房子裡面的狀況 我要去把每個地方有問題 全部拍照拍起來 然後整個大環境面積我都要拍照 全部拍照存證 比如說今天是1月1號 1月1號 我拿到房子是這個樣子 OK 好弄完了之後呢 再來有問題也可以找工人來修 好 那修完之後我會再拍一次照片 說這些問題全部都修好了 好修好了之後 這些報告都全部會送到業主的手上 業主看完 好沒有問題我們可以出租了 出租的時候再拍一次照片 那這個照片就是說 是 我們可以放在市場上一個漂亮的照片 裡面是完美無瑕 沒有問題 OK 在我們管理工程來看 這是一個Living Condition 是一個沒有問題的情況 沒有問題的一個情況 然後地板牆壁什麼都很漂亮 都乾淨淨淨的 沒有任何的Scratch 沒有這個chips 好 等到我們收到了這個房客的application之後 Prove了 Prove了之後呢 我會跟房客去走一次房子 再拍一次照片 OK 把房子現有的狀況 拍 留底 就是留給他的 這個房客用的 說你現在租金還是這個樣子 你還給我 你要還給我這個樣子 OK 除了一個正常的wear and tear以外 剩下都是un acceptable OK 你有造成了牆壁的scratch 或是chips 那些問題 你都要付錢 OK 可是如果說你地毯毛變短了啊 或者是牆壁上你有放家具 造成些微的那種黑印啊 一點點那種都是可以接受的 OK 因為那個是正常的一個wear and tear 你沒辦法避免 就在你屋主住在裡面 你家具放在上面 也一樣會有這個水壞 甚至地毯的毛也會變短 這些都是正常的 OK 好 那他搬走之後 我們回來 我們再過來看一次房子 再拍一次照片 OK 把現在搬走的照片全部拍照 然後 有什麼問題的 回去做比對 如果都是一樣 還存在的 OK 不會跟他收錢 也會跟業主講 這是之前的檔案都在 照片上面有日期 全部都一模一樣 然後 也說OK好沒有問題 押金推給他 這樣子 才算走完 就是說 確保這個房子的一個 condition的狀況 就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說 所有事情我們都要做文件處理 一定要做文件處理 你不做文件處理 押金這個費用 是很麻煩的 你不想有官司上市 因為 要是你隨便扣他押金 他是有權利來告你的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對 押金一般收多少錢 一個月的租金 那時候還大於一個月的出現 那沒有辦法 可是 所以我才跟你說 一個重點 我們就是要去控管房客 就是說 像以我們公司來講 我會要求說 你帶房客過來沒有問題 我一定要親眼看到房客 你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要求 那如果他真的不行 那也沒關係 文件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申請表 一定要送到我手上 我會看他申請表上填著字 還有申請表乾不乾淨 其實依照經驗來看 申請表很髒的那種 百分之八十 都是 不太行的 不太會去維持這個房子 OK 通常那種我都會特別小心 然後 如果說我會看他開什麼車 我稍微瞄一下 那有時候跟他對話啊 什麼的 有些人會偽裝的很好 有些人不會 他會表現出來讓你就是 讓你覺得說 啊我就是一個很open的人啊 很aggressive的人啊 可是有時候像這種人 其實 通常 不太會去維護這個房子 那有時候比較近的 通常反而會比較去維護房子 所以這個都要看 對 就是說你在過濾房客這個階段的時候 是特別重要的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包含去查他的信用啊 等等這些都很重要 包含他的這個 出租的紀錄是否良好 有沒有被趕過 通常我被趕過的 只要是在五年以內 我通常都不會不敢要 因為我會怕再發生事情 你能查到他的他的 注定之路 可以 我們可以查得到 對 那他的信用和犯罪 值得這都得要 這都得要有嗎 這些我們都會查得到 對 我們都會去幫你去過濾 對 可是法日有規定喔 我們不可以因為他犯罪過 不足給他 OK 我先講 我先聲明 我們不可以因為他犯罪不足給他 可是 相對來業主 你有權力說 還可以拒絕他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你可以找其他 就是一些 我覺得可能還是不適合啊 度金太低 收入不夠啊 等等 去 去說 去說NO這樣子 對 那當然 我們也遇過有些客人 其實改過自己 都很好 也有的 所以我不會因為他 有做過一些不良紀錄去 去排斥 只是要看什麼樣的狀況 只是緊供參考 對 只是緊供參考 對 要給人家機會嘛 因為有些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 那種 對 我們也看過有人 曾經就是 就是傷害啊 可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那種 然後現在是醫生 做得也很好 對啊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緊供參考 可是還是那句話 你要確保你的房子乾乾淨 我覺得還是 我們都會依照他的表格前的一個狀況 去做一個評估 因為那其實可以最看得出來 你再請教 對 如果說 你們出租的話 這個新房子 剛買的房子 嗯 這裡面 什麼東西是 業主必須要配備的 什麼東西可以是 可配不可配 Optional 如果你要問我 Optional的話 基本上是洗衣機 烘乾機 還有冰箱 這三樣是Optional 這三樣是Optional 這個三樣是Optional 不是強制 一定要在裡面 沒有強制性 這個沒有強制性 因為很多的客人 他們也會 自己也會有冰箱 跟洗衣機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一點 就是說 如果你不配這些東西 你租的絕對比較慢 對 然後它的包含 你買的是全新的房子 好比說今年蓋完的房子 也會比較慢 因為 因為同樣的房子 同樣的房子 二手房 跟你的架差可以差200塊 新房絕對是高過這個價格 可以到200到300以上 會有個落差 因為你是全新的房子 可是還是會有人要 因為我們遇過客人 他就說我不能租二手房 他說我一定要全新的 因為他對灰塵過敏 他只能住新房 那種一住就住好幾年 他也不會搬走 對 所以也會有這種人 可是就是你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說 新房子可能會稍微慢一點 但也不是說住不掉 可是等到他搬走 再重新放租的時候 很抱歉 你已經住不到 當時那個價格了 當然有可能 因為好比說 周邊租金漲價啦 你有可能維持一樣的價格 可是不可能更高 對 因為已經是二手房 所以最好是這種 打件的東西 都比較配齊 最好是配齊 對 這是意見 那一旦配齊之後 就會有規定就是說 一旦配齊了 你一定要確保這些東西 是功能可以用的 OK 不能說不能用 這樣子 對 那你如果不能用 那房客就可以抱怨啊 抱怨啊 什麼的 可是他還是要付租金啦 因為這些是屬於小問題 那床這裡不用 床不用啊 床不用啊 床不用 家具 床家具都得自己 他自己會處理 這個不用關係 你只是一個空屋給他 如果你要配在裡面 也可以啊 對啊 那只是就是說 我覺得沒有必要 對因為那種東西其實 就跟公寓一樣的 對 跟公寓一樣 因為像那些家具 對於我們管理公司來講 我們覺得那是一個灰色地帶 因為你使用了 你一定會造成損壞 你不可能不造成損壞 那我要怎麼去收他錢呢 就你知道這個就是很難去判別的一個東西 對 所以我通常會覺得說 你不需要擺家具給他 沒有必要 對啊 嗯哼 對 所以大概 目前大概就是這樣 那現在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你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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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的那個 費用 這個cost 怎麼樣 規定的 你們公司是怎麼樣 嗯 對 我每一家公司收費其實不一樣 但我們公司收的其實 跟其他公司比起來 我們是很低的費用 我們 就是說 我們會有一個 依我們公司來講 我們有一個 依我們公司來講 依我們公司來講 按照房客收費的 如果他住 如果這是 租了一個房客就要收一次費用 250塊錢 但是 如果他租了好幾年 那這個費用都不會再產生 那租客人 他也租了 是不是 租房子的 租房子的時候 不是 是業主出 業主出 對 會從他租金裡面去扣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 一次性的費用 是50塊錢 是文件費 因為我會幫你設置你的 網路帳戶 然後還有匯款帳戶等等的 那是300塊錢 300塊錢 對 你以求300塊錢 然後呢 還有另外一個費用 是佣金的費用 這個佣金的費用 是給地產經濟的費用 就是說我幫你放在市場上之後 而不是你是地產經濟 你帶客人給我 這個錢是給你的 那通常這個價格 我會依照市場的一個標準 去做個判斷 來給業主說 我建議你放這個錢 這樣 那業主也有權利說 我不要放 我要放少一點 也可以 這個是比較隨意的 對 就是給那個 那個隨意的 那是 用經濟的 經濟的 地產經濟的 一般的經濟多少錢 以Vegas來講的話 大概是300塊 一個月 一個月 不是 就是一次而已 這個只給一次 就是他把客戶介紹給你 對 就好比說我買你的房子 那你給我佣金 這樣就一次而已 對 就這個佣金不是每個月而已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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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還得了 對 就一次而已 300塊這樣子 然後給 然後可是就是說 以我們公司來講 我們是放到300塊 我們通常建議客人放300塊 因為 道理很簡單 你是經濟 你看到一個300塊錢 跟一個350塊 你已經帶來一個 肯定385 肯定385 對 那就說你把這個工作交給專門是 這樣的專業公司去做市場 你的公司就是說不做 帶客人看訪嗎 不做客人的這個 尋找客人的這個事 我們也會做 只是說 那你費用已經給他了 這個部分工作應該由他來做 你再做你就要增加你的成本 對啊 對啊 可是 所以就是250塊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都在250 都在250塊裡面 包含空屋基金 我們去巡邏的費用 都都在裡面 那250 以後忙死的費還要有 每月8% 對 就這樣子 8%的管理費 每個月 一次性要有600 對 就前面 然後後面每個月8% 這樣子 對 然後這樣子收錢 每家公司基本上都會收這個 都是一樣的 那當然 假設說 你是跟我們買房子 我們可以跟你說 沒關係 那前面的費用給你 但是佣金你還是要給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有些變相的措施 會給客人 不是說一定會這麼的狠 那如果說 你是給我們三四棟房子 那我們費用也會做有所調整 對 我們是比較 人性化的 因為 那是8在你們那邊 算是平均價錢嗎 就是佣金 是平均的 每家公司 有些是收6 有些收8 有些收10 勞外我見過收12 那個更合 對 你們的客人 基本就針對什麼 老 你說房客嗎 沒有啦 都有啦 各種客人都有 那現在在 Vegas那邊的 中國的投資人多嗎 也是不少 也是有的 都有 對 可是 大家都說 現在經濟不好啊 經濟不好啊 不好賣啊 可是每次要幫客人送單的時候 那個房子都沒有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但我覺得 還是蠻穩定的 現在 以現在市場來看 是一個穩定的市場 他們有很大的一個活動 請問就是說 你是現在就是 旺財 這邊跟 Las Vegas 之間來會跑嗎 還是 對 就在這邊找人 然後找來人 安排那邊的人對接一下 也沒有欸 其實 因為一般來說 做廣告其實有很多種方式 不一定說一定要到處跑 除非客人有這個需求 那才刻意去安排 對啊 因為廣告也可以登報紙 還有 這邊有個什麼 工商日報 華人工商 好像 對 一個華人工商 類似像這樣的報紙 對 就是很多方式可以做 沒有必要說一定要親敵親為 只是說你在做市場這塊是很重要的 找業主這塊 那找房客的話基本上就讓其他人去做就好了 因為 還是我想跟你說的 跟你們說的 我是經濟 我不想炸我這些招牌 我帶過去的客人 我希望他可以證明 我才可以賺到這個錢 所以我們 我們一定會做一些初步的過濾 像好比說 如果客人要找我租房 我第一個問他 你收入多少錢 你有沒有被趕過的紀錄 過去的三年內五年內 如果他說有 那很抱歉 我覺得你租到房間 你先去租公寓 這樣子 通常都會這樣子做 租公寓的查的比 House 查的 鬆一些 對 公寓的會查的比較鬆 不像管理公司查的比較嚴 你們手上有公寓嗎 你說像 condo嗎 就是那種apartment apartment嗎 我們沒有 我們目前沒有 對 但我知道有些公司會管 那我們主要是以做 condo還有房子為主 對 對 所以大概情況 管理上大概就這些問題 就是說 你們如果有房子要管 就要特別小心 對 然後投資的話 也是要想一想說 這個城市的狀況啊 很多細節 對啊 不是單一方面的淺高低的問題而已 像 講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最近發生的 我帶我的最近一個客人 看了很多的房子 然後他一開始跟我說 他只有14萬 想買一個 大概15萬左右 想買一個 single family 獨立房 基本上來講 15萬在Vegas 你買不到什麼東西 除非買condo 然後 然後 好的condo 好的condo 對 然後他 對 但是他會覺得說 15萬 還是想買個房子 是黑眼鏡 對 我就大家去看啊 那就是一些比較偏的 比較舊的 他說 這個好像也還好啊 我說對啊 因為像這種地方 也不是說真的不好 也有說好一點 也有一點好一點的 這個區在那邊 那一定要心智去看 所以我就大家一動一動去看 然後只要看到最後一個 真的是 雖然說 怎麼講 因為Vegas有三個城市 Las Vegas North Las Vegas 還有Henderson 三個城市 我帶他到Henderson 比較便宜一點的位置 看到有一種房子 在他範圍之內 他說欸這個區好耶 環境漂亮 什麼都對 一定要買這種 不要買這種 貪便宜 那種很爛的 可是他就覺得說 很爛的也可以啊 翻新一下裝修可以賣啊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不一定啊 因為那時候看到另外一套房子 賣13萬9 然後裡面的狀況 就跟你們剛剛看到那個爛照片一樣 是類似的一個狀況 他說那翻新什麼 那是不是可以差不多 賣到20萬 我說不一定 你要去查周邊的價格 後來幫他一查 周邊的比較好的房子 差不多17萬 你裝修費可能就2萬了 那你覺得有必要賺那1萬塊錢嗎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有時候有些東西要衡量一下 說到底值還是不值 對 因為搞房子的一些問題 時間就是你的金錢 對 這是很重要的 我是線上的學生 能聽到嗎 聽得到 你好 我有個問題想請教一下您 因為我們這邊很多學生是學那個Salesperson的吧 如果是老師通過以後 我了解了一般是要 肯定是要掛套到broker那邊的嗎 掛套到那邊的時候 我自己了解是要給broker就要一定費用的 有沒有說那個broker反過來給我們有底薪保障的這一種 就是您的建議是什麼 讓我們畢業以後是一種兼職的狀態好一點 哪些經驗呢 還是如果有底薪的話是做那種全職的 有沒有歷史的這種這種方式的工作呢 我想諮詢一下 呃 我這樣跟你講好了啦 每一家broker firm 每一家的地產公司 其實都是不一樣的 OK 每一家都是不一樣的 但是底薪呢 基本上是沒有一家會給的 然後呢 但是呢 你說沒有會給 我也見過有給的 我以前有一家公司呢 就是他會給你 每個月一千塊錢 但是只有前面六個月 六個月之後就不用再給了 等於說後面要靠你自己去打 他給你六個月的時間 去建立起你自己的客人 然後他也會給你客人 所以每一家公司 其實狀況是不太一樣 我會覺得說 依照你自己的這個經濟需求 如果你家裡有開銷 需要開銷 一定要有開銷 那這樣子我會建議 把這個當作partite來做做一個 偶爾賺個幾萬塊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說你不需要 你想重塑一般試驗 那你可以像我一樣 把原本工作辭掉出來創 這樣子 那是不是這樣 如果掛開在broker那邊 就是我給他交些費用的話 我是不用去他那裡 去那個具體的那個辦公室裡上班的 我可以自己去做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 因為基本上來講 沒有一家broker firm 不會要求說你地產經濟 要一直待在辦公室 一直待在辦公室 你就是有問題 因為經濟都是在外面跑的 你要去帶客人 去找客人 接客人 帶他們去看房子 要是你一直在辦公室 那你就是有問題的經濟 明白我的意思嗎 好謝謝 謝謝 對對對 我再有個問題 如果說我有房子 能夠找到像你這樣公司去管理 那麼如果這個租客 他有的租客 他再把我的房子 再做二房東 再給出租 你是怎麼管理 其實你這個狀況 不是沒有遇過 沒有遇過 我給你講個例子 那個時候 我們接過的一個案子的情況 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他是 這個房客是 Session 8 家族好像沒有Session 8 他說有嗎 也有 對 就是政府救濟的一個房客 那這個房客 他拿 他可以租到 他是全額保的 全額的補助 那政府給他是大概1,600塊錢一個月 他去租了一個房子 差不多是1,500塊錢 然後咧 結果誰知道 他批下來之後 他沒自己住 他把他給租出去了 每個月給這個房東 他每個 這個裡面的租客 每個月給Session 8的客人 大概差不多是800塊錢 對 我也是這個表情 難怪HomeDance那麼多 原來他們都把政府給他的錢 他出去了 他自己做房子 對 就是類似 對 他自己做到我是不知道 好 那一般來說咧 如果我這邊收到穩定的租金 通常我只會偶爾去看一下情況 就是喵一喵啊 確保是不是沒有問題啊 我不會刻意說裡面到底真的住了什麼 因為基本上講我們不可能隨便進去 我也不可能 24小時盯著那裡 他只要給我的房子是好的 回購的房子是好的 基本過程之中有什麼狀況 只要不是大的狀況 我們通常都可以接受 可是有一天 這個房子我們沒有收到租金了 我們收到Session 8公司的電話說 這個房子我們要決定不再付這個租金了 然後請你確保就是 你看到裡面的房客搬走沒有問題 然後房客打電話說我會繼續付的 結果一個月之後 欸 租金咧 沒有進來 我們就納悶了 然後就去看嘛 就貼飯店東西然後去看情況嘛 而且你們是不同的人 他說他是租的 他跟那個人租的 我們說不行 我說我們不可以這樣子 我說你要讓我們公司重新簽約 然後咧 租金是多少錢 不是800塊 他說他沒那麼多錢付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好 可是因為之前房客已經違約了 在我們的租任合同上面 我們會寫明一條 你不可以sublate這個房子出去 合同上會有寫的 對 我們有寫 可是說實在話 他是到底怎麼做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是確保收到租金 然後拿到房子都是乾淨的 主要是這個過程 然後過程中有維修 我們做處理 那好 發現是不對的時候 他不願意過來 我們已經試著去要 就是說 降低屋主的開銷 如果裡面的人願意繼續住 然後繼續付同樣的租金 那最好 結果他不願意 好 我們就用 Invexion 把裡面的人所有給趕走 就是說這個房客違約 我們沒有收到租金 我們要把裡面所有的人給趕走 OK 那這種情況他還有一個 Deposit 有 Deposit Deposit是他自己 還是政府給的 Deposit是他自己給的 他自己給的 他自己給的 對他自己給的 就全部就扣下來 對 然後就 那他房子要有損壞幹什麼 你根本就拿不到 對 你就只能用這個錢去做維修 沒錯 所以我才說 就是說 你在我們在挑房客的時候 很多細節都要去留意到說 很重要 就是說不是光看表面的一些數字 一些東西 你要去 就是 去跟這個房客對話 然後看他的文件乾不乾淨 還有去verify他的工作性質是哪一種 是穩當的工作 這樣子 有沒有穩定的收入 他是在公司做多久了 這些都要去考慮到這個房客的一個quality 說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對 對 但是很多owner就會覺得說 他收工給我就好啊 為什麼管不多 可是其實很多問題 他租一年也只能到 他租是到吃了才能進他的房子 還有什麼中吃可以review一下 檢查一下 其實 沒有 其實是這樣子 如果說你業主過來對不對 你說 欸我想去看看房子也可以 就是說我跟房客約一個時間 好比說 你今天跟我說 欸Daniel我想看一下我的房子 什麼時候 大概三天之後都好換你約 可以的 對 這當然如果臨時有什麼狀況 房客也是可以不開門的 如果他突然說 我急事要去醫院 那很快 我們可以出現 對這是可以的 是legal 這是legal裡的 不用擔心 那不是也禁他的室宅 不會不會 他應該是要開門給我們的 這是可以的 對 所以基本上 而且就是說像我們公司這些 那一些 工人啊 工人啊 contractor 他們去看 都會跟我們報告一下裡面的情況 說 我也是很乾淨啊 沒有什麼問題啊 什麼的 OK好 我們就知道 因為移動房子不可能一年下來都沒有維修 一定會有些小東西要調整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都會做到這個樣子啦 對啊 那你的維護費用的話 這個 這個 所有的維護費用都是業主要出 還是你們會承擔一些 嗯 應該是這樣講 要看維修的項目 還有維修的東西 是什麼樣 怎麼壞掉 來判斷 因為我們在合約租倫合同上面會說明說 有一條就是說 房客有個100塊的 最低的維修費 一百塊 因為 通常 沒有人會願意去破壞房子 一定是真的有狀況 你懂我意思嗎 那 如果說一個正常的維修 耗損 而造成的壞掉 那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 業主會 就是說業主出這個錢 這個也不是壞處 因為你可以抵稅 OK 這也是好事 那 如果說是 一些真的很小的問題 好比說 嗯 你這個 馬桶賭啦 然後你還叫我去給你透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看項目 那如果說是冷氣壞掉 那這個問題絕對是要業主人在處理 對 然後 如果說是一些馬桶賭了 如果真的它通了 通不起來 我們找專業工人去弄 那如果說 是它蓄意丟東西下去 包括比如說什麼 衛生棉 那是最容易賭的 還有 紫薪太多了 造成的堵塞 這個費用我也會讓我更出 不可能說 平白屋 因為不可能平白屋不賭吧 一定是你有什麼 往裡面丟 或小朋友玩的東西 丟什麼刷子啊 壓摔啊 然後造成的堵塞 那這費用怎麼會讓我更出嘛 那不是我業主出嘛 對不對 就在判斷說是什麼事情 來做一個決定 對 可是如果是自然而 自然造成的堵 因為 像以前有個案子就是 我不知道上次聽誰講的 就是說 它有丟一個那個 種子在稅利 然後充掉了 好像沒充走 黏住了 就fire 可是那是之前的房客 那怎麼辦 可是這個你不能怪先任的房客啊 那這些房客已經走了 那你只能誤阻自己倒霉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一個例外啊 這個1000個案件裡面只會有一件 可是就是還是發生了 對啊 那這個時候通常就是 屋主只能自己摸摸筆子喔 拉梭 內華達的這個 裝輸到費用跟加入筆怎麼樣 其實差不多 人工都差不多了 對 你說鋪個地板吧 材料費可能也差不多 跟你這邊一塊一塊五一尺 但是人工費就差不多兩塊 兩塊五都有 對 是差不多的 對 你們找的 你們跟你們合作的 裝修的隊伍 跟市面上的價錢比 正常 是差不多正常的 我們基本上都是時報時效 對 你們這個就還 你還要趕快再抽一抽錢 不會 不會 你都已經花了這麼多錢 我還給你額外抽錢 我還是這樣 你懂我意思 就是說 所以才說 我們收這兩百五七就是 我就是幫你做這些事情的 你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幫你去跑腿 接洽 然後聯絡事情 幫你拍照 看看狀況有什麼要弄的 就是說 我們公司是把你的房子 當成我們自己的房子 因為道理很簡單 我不想租金錢給我搞破壞 我也頭痛 你也頭痛 我又對你又不好交代 對不對 對 對 這是同樣的道理 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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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個問題想請教一下您 就是說 如果一個客人委託我賣房子 我是經濟 委託我賣房子 但是我自己就剛好想買 覺得價錢合適 那價錢對我來說 我又是買方代理 又是賣方代理了 我自己買這個房子有沒有問題 有什麼存在什麼風險 沒有 就是在法律上來說 有什麼風險 沒有沒有 這個沒有什麼風險 這個是你只要Discultural出來 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風險的 就是我自己買賣給自己 沒問題的 是吧 沒有問題 這個沒有問題 對 對 應該省下一筆錢 對 對 所以大概是這樣 還有其他問題 現在幾點鐘 應該 10點20多 對 麥可 差不多了吧 大家都沒什麼問題 還沒有什麼問題嗎 線上的同學 應該是都沒有了 請教了很多 希望今天可以幫到你們 謝謝你 沒事 OK 反正上面有我的那個微信 你們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加IT 然後學習問我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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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